参议院其中选举最后一席 乔治亚州确定是落入了民主党手中 民主党以51席比49席取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最后定江山的一席是由乔治亚州的参议院席次 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沃洛克以3万票直插 击败了前总统川普所勒挺的共和党候选人沃克顺利连任 这也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掌握51席 也就是稳定多数 未来将更有助于拜登政府来施政